我们也不希望它上升为外交问题 与其你来问外交部的发言人 你不如去问一问普通的中国民众 看看他们怎么想 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很奇怪 为什么他的设计师跟他的官方的那个 网站都被黑客给黑掉了呢 一般我们认为就一件 要不就设计师 要不就是官方网站 但两个都黑掉了的话 就还是对这件事情说 被黑客黑的这件事表示挺怀疑的 我觉得还是要理性一点 但是我觉得也得看他们那边的 就是怎么跟我们解释这件事吧 如果还是一直是现在这个恶性的态度的话 我们当然是不能接受 就要抵制这个 但是如果后期他们有道歉 有真正认识到这个错误了 还是可以理解 这不是政府行为 这是经济行为 老百姓如果起了反反很容易 就是你再做更多的广告 他不买你的产品 那你是不是做的广告就打了水漂 没什么效果 你这么做的广告就打了水漂 你怎么会来的呢 你怎么做的